在科幻电影《星球大战》中 主角天行者卢克的飞船上 有个机器人好帮手 阿兔D2 而现实中美国空军 现在有了自己的人工智能助手 据防务新闻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 多家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空军于12月15号 首次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U2龙夫人远程高空侦察机上 测试人工智能系统阿兔米欧 该系统承担副驾驶的作用 在U2起飞后 全权负责基载传感器应用和战术导航 寻找敌方导弹发射装置 而人类飞行员则集中精力 提防敌方空中威胁 并与阿兔米欧共用雷达 美国空军在生命中称 这次飞行是美国国防 在数字时代的一次重大飞跃 据悉 阿兔米欧由U2联邦实验室打造 在超过50万次计算机模拟任务中 实验室专门训练了 该系统操纵U2侦察机的传感器套件 来自山西太原的网友明月赵我新提问 美国空军极为看重这次测试的成功 那么人工智能和人类飞行员 共同操纵军机究竟有怎样的实战意义 未来的战争真的要变成算法战争了吗 其实呢 理解这种操作方式的意义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汽车技术就知道了 在今天的汽车驾驶技术当中 有人驾驶是传统的 无人驾驶现在还没有进入实用 但是那种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大家用的已经很多了 而且相信用过的人都会感觉到很好用 而现在美国人走的这条路 就相当于我们汽车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它会使作战平台的作战效能 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陈老师 如果我们在未来的战争中 需要面对人工智能系统 有没有克制它的办法呢 其实呢 所谓 人工智能系统的克制 最关键的东西 或者是最本质的东西呢 就是它的算法 也就是说 谁的计算能力越强 谁的人工智能就越厉害 当然了 你这些人工智能技术 都是依托于各个不同的作战平台 而作战平台本身的性能 也是对人工智能作战的一个限制 好 我们来看看下一条